北京时间12月15日 西班牙人果王杯迎来了第二轮的比赛 他们将去客场挑战克里斯托境界 那么后者是吸引B级联赛的球队 按照整体实力和球队的阵容配置来说 完全是没有办法和西班牙人比较的 所以在比赛开始前 外界一直认为这是一场悬念不大的对决了 但是西班牙人在比赛中却没有占据上风 从比赛的第八分钟就被对手打进了一球 好在西班牙人随后是扳回了两球 最终在全场比赛结束后 以2比1战胜的对手迎来了球队在国王杯上的两连胜 本场比赛西班牙人的三大核心 德托马斯、佩特罗萨和洛佩斯都没有出现在球队的大名单 所以吴雷也是迎来了首发出场的机会 并且他通过自己的积极跑位 在比赛第46分钟的时候取得了进球 当时西班牙人是打出了防守板击 左路球员莫隆是利用自己的外脚背将皮球传入进去 吴雷快速的前插到对方的进去 随后成功强点将皮球怒射进了这个对手的球门 那么吴雷通过这么一粒进球 也是打破了这个自己342天不进球的一个尴尬纪录 但非常遗憾的是吴雷本是有机会可以没开二度的 但是下半场的单刀球又一次的打到了对方门将的身上 根据不完全统计 本年度的吴雷一共是错失了将近7个单刀的好机会 那么这样的表现对于一位封线位置的球员来说 确实是非常尴尬的对吧 针对这一点的情况 赛后西方媒体阿森豹也是对吴雷做出了一个客观的评价 该媒体表示吴雷虽然是在比赛中打破了自己的进球框 但是整场比赛的表现也存在许多技术层面的错误 尤其是在控球方面 那么阿森豹这样的点评可以说是一阵见血 直接刀中了吴雷的要害 因为我们都知道吴雷最大的这个优势就是前插跑位 对吧 那么至于他这个盘带和脚下功夫 恐怕还不如西班牙人的某些后卫球员 那么在面对弱体球队时 吴雷的控球这个技术都会出现这么多层次的错误吧 那如果说这场比赛是高水平的西甲 吴雷恐怕就很难取得进球了 所以说吴雷想要发挥出自己最大的优势 就要把握住强点之后的进球机会 否则很可能会在某一天突然结束了自己的流氧生涯 那么各位听众朋友对此你怎么看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探讨 如果你赞同我的观点 请您给个点赞欢迎订 拜拜